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印军方对于美国执意反对该国引进额制S-400防空导弹仪式非常不满,认为这有损引渡的大国自尊,虽然该国非常希望引进美制武器装备,但是不会因为美方的要求而退让。 除此之外,印度大量购买伊朗的廉价石油,也让美国十分恼火,认为这将使得美方此前发出的石油建立平同许社。 据报道,五角大楼对印度威胁成,如果印度不在石油进口和军购问题上做出让步,那么美方将取消对该国诸售高度敏感的技术装备,例如航母电磁弹射阻拦技术,第五代战斗机和无人机技术等等。 同时印度非常期待达成的美印冲系统和安全协议也将推迟,因为美军担心俄制S400防空导弹系统接入印度国防网络之后,将导致美方的情报外泄。 据悉,印度军方超过60%的武器,都来自苏联或俄罗斯,而美方希望未来印度不再从俄罗斯购买任何武器,最好是一颗子弹都不买,印度军事专家还指责。 美军方在印度购买伊朗石油问题上态度傲慢,近期由于美国发出的石油禁令,大量欧美国家削减,或停止了从伊朗购买石油的规模,而为了对抗该禁令。 伊朗宣布将联加、向亚太等地区国家抛售石油,甚至还免费提供运输服务,印度趁机大量购买便宜的油气,进口量从2013年的每天15万桶标升至目前的每天75万桶。 仅次于中方,占据伊朗每天出口石油总量的大约一四分之一,而美方希望印度停止进口伊朗油气,转而从沙特等国购买。 但是该国表示,如果美方能收服中东其他国家,较至伊朗同样价格的话才会考虑。 据悉,印度非常重视和伊朗的合作关系,一方面是能够就近获得自由供应,另一方面则是要平衡巴基斯坦。 巴基斯坦光丹尔港的兴建,使得印度的行员受到冲击,因此印度出资5亿美元投资伊朗的查哈巴港,而美国则希望印度能够切断和伊朗的一切合作,这让自诩为世界大国的印度非常不爽。 直接质问美方为何不去管伊朗的最大石油出口和中国,但美方的回答也让印度无话可说,其他国家并未引进美制武器,美国不会允许引进美制先进武器的国家有损于美国利益。